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相信之下来说是赚到这个机票的钱 但饭店的钱是涨得最大 比如在出了的时候想要节省一点费用的话 尽量要选择是一般平日或者是要跟日本的这种大假日来定开 来避免说这样子的一个高房价或者高物价的时间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